这个少妇有多狠 刚刚摆捡一个皇帝位置 就迫不及待地除掉所有功臣和敌人 她绝对是沙俄史上最狠的女皇 尚未第一件事 就是解散树蜜院 第二件事就是成立自己的专属机构 由她的老情人比龙 担任刑侦事务衙门最高长官 这个部门专门查大臣黑料 然后掌握证据后通通处死 虽然现在树蜜院不能蹦倒 但一些长老手中还有重权 必须给他们安排罪名 安娜对于比龙的手段很清楚 对于她的安排是绝对的幸运 很快比龙就安排乌沙科夫管理此事 同时她也成为了柜子手 乌沙科夫刚刚上任后 就迎来了第一手白送外卖 克鲁夫公爵府内 部分疏密院大臣正在商量谋反事情 而其中就有奥斯特曼 尤苏公爵 克鲁夫等疏密院元老 而这次会议是克鲁夫发起的 目的就是推翻安娜一事 让疏密院重掌朝影 但请了奥斯特曼却是她一大败领 到死她都不知道 安娜登上女皇都是她设计的 现在她还以为上次奥斯特曼投逼 可能是形势所逼 认为她一定对安娜怀恨在心 会议密谋刚刚结束 奥斯特曼就派人找到笔 直接把克鲁夫密谋的事告诉她 第二天一早 克鲁夫一家就被抄家了 并以叛国最罪名将克鲁夫父子押走 或许克鲁夫打死也不相信 自己本以为可以成为太上 现在却成为了阶下球 在大牢里 克鲁夫被乌沙科夫打个半死 话说他本人也活该 我听口问后 克鲁夫被打得半死不活 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本想着早点招供少受点折磨 无奈被乌沙科夫下令先打了再说 其实乌沙科夫早就知道有哪些人 现在只是为了确保证据更充足 让克鲁夫做一点口供罢了 忍受不住折磨的克鲁夫 很快就把所有人招供出来了 可怜的克鲁夫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被奥斯特曼背叛 说到奥斯特曼 他也是个奇怪的人 明明自己揭发了阴谋 却还来到尤苏公爵府 并将克鲁夫全招供的消息告诉尤苏 还劝说尤苏公爵逃离 听到这里 尤苏反问奥斯特曼 你现在不怕吗 奥斯特曼被问住 尤苏公爵接着说 你当然不害怕 恐怕就是你揭发我们的吧 奥斯特曼并没有反过 因为除了彼得大帝是他的知己外 尤苏公爵也算一个 他不希望尤苏进大牢 以好友身份劝说尤苏离开 逃跑并不是尤苏公爵的性格 他礼貌地回绝了奥斯特曼的好 第二天 尤苏公爵就被乌沙科夫抓进大牢 而普拉斯公主见父亲被抓 他也是迫不及待地去找伊丽莎白 希望伊丽莎白能救父亲你 但安娜不仅要针对书密院长老 伊丽莎白也是他针对者之一 而伊丽莎白能否救出好友的父亲 也是一个问题 离开